我们不仅能够免费使用英伟达的显卡 而且这个加速节点 能够加速AI模型的生成速度 原本这张80秒才能生成的图像 现在大概只需要23秒就能生成 而且它的图像的质量还很高 这些生成图像的细节保存的非常完整 还有呢 我提供了一个风格模型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产生出想要的风格 比如说这些是动画风格的图像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凯文 我们好久不见了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神奇的加速flux模型的节点 中文名字叫做双节棍 这个节点真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因为它真的非常快 哪怕是在英伟达T4显卡这么低端的显卡上面 它的速度也是飞快 如果放到英伟达4090这样的显卡上面 不到三秒钟 它就能生成一张1024x1024的图像 所以还是和之前的视频一样 我们免费使用开购网站上面的英伟达T4显卡 你不需要写任何代码 只需要打开我配置好的文件 一键就能启动了 那么首先我们快速的看一下 这里作者放出的速度对比 最左边这个图像是原始的flux模型生成的图像 可以看到它使用了25步 然后消耗的内存大概是22.7G 然后你看最后一张图像 它是使用的这个关节棍加速节点 它消耗的内存只有6.5G 所以减少了300%多 然后你再对比它的生成时间 原来的生成时间大概是111秒 这张图像 然后使用这个加点 使用这个节点之后的生成图像是12.9秒 提高了800%多 还有一件事就是 之前我的开购账号 已经被这个官方给搬掉了 可能是我在生成这个图像的时候 生成了一些违规的图像 被官方的这个系统给监测到了 所以它也没有给废话 直接给注销掉我的账号了 所以如果你看之前的视频的话 然后点击进去那个代码链接 肯定是不能工作的 不过没关系 我又重新申请了一个账号 那么申请一个账号也非常简单 如果你是新的用户 然后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然后需要你需要申请一个开购账号 非常简单 申请之后呢 我会把我的代码分享给你 你只需要像这样操作 我把这个链接会放到视频的下方 你打开这个链接 会看到一个这样的界面 这就是我的代码 然后你点击这个 右上角三个点 点它 然后点击第一个 Copy and edit notebook 这样的话呢 你就把我的代码拷贝到你的账号下了 所以即使是我的账号被注销 也不影响 因为这个代码你拷贝之后就是你的了 那么它的运行非常简单 就是但是我们需要快速的查看一下几个设置 对不对 来到这个页面的最右边 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accelerator 也就是你的显卡 这里你可以打开这个选项 我这里是选择英伟达T4的显卡 我建议选择这个显卡 然后这是语言 打一下 然后再往下面 这有一个internet 看到没有 要把它勾选上 它这个状态是打开的状态 所以它需要从网上下载东西 如果这些你都配置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就非常简单 我们第一步启动这个勾器 我们点击这个开关 点一下 正在启动 好了 现在这个服务器已经启动了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绿色的按钮 点击一下也能看到cpu 还有显卡的情况 然后接下来我们只需要一步启动 我们点击这个run这个按钮 然后下面有个run all 就是要运行所有的代码 我们直接点击它run all 那么的话它就会按照顺序执行 我这里写的代码总共分三步 而我觉得便于查找错误 也有可能出现错误 所以我有必要简单的说一下 这三块做什么 我们主要是分三步 第一步是启动系统 就是这块代码所执行的内容 你可以看到当它运行的时候 它就在转圈圈 然后你往下面来看 它就会有一些输出 它在下载一些 confvure的插件 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代码 正在自动运行 大概这一步几分钟就会运行完 然后运行完第一步就是第二步 第二步下载模型 然后把代码之前的代码就净减了一下 精简了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们会下载几个文件 flask的话有两个text encoder ClipL 还有T5 然后我们下载一个VAE文件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光阶棍插件所编译的这个flask的模型 把它下载 这就是第二步 然后还有呢我写了一些提示词 给我们大家参考把它放在这里了 等会我们打开那个生成的网页 可以直接拷贝这些提示词到那个地方就行 然后第三步就是启动这个网页 把它下载完模型了之后 它就会执行到这里 然后启动这个网页 启动之后呢会有一个链接 打开链接就行了 然后启动的时候你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也可能是几分钟的时间 它最后成功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 你看这里有一个进度表 它就讲FetchData 对吧 是84一直到这个地方 FetchData 是84 然后84 84这样 完成之后代表它已经已经完成了 这里可以看到第一步已经运行完成了 它的状态是这样的 这里第二步的模型文件也已经下载完成了 它的状态是这样的 接下来它会自动运行第三步 这里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好了可以看到第三步也已经执行完成了 你一定要看到这个状态 Fetch Fetch 然后等它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之后 看到这样的状态代表它已经运行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到最上面 点击这个地方的链接 这个有笑脸的地方 点击它 然后进入 你可以看到现在 它VUI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更新 它现在加载界面是这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close 关闭掉 这里是一些默认的工作流 所以它每一个图像都是一个工作流 比如说 比如你点击flask 还有flask这个文字生成图像的 如果你点击它 它就会给你加载一个工作流 然后提示你这个模型没有下载 然后你可以点击直接下载模型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用的 所以我先把它关掉 然后我来打开我的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文件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你把文件下载之后 直接把它拖出来到这个工作区 它就能变成一个工作流 它就能变成一个工作流 这里提示我们缺少几个节点 其实能插库的另外几个节点 这个没关系 我们直接点开这个OpenManager 这个地方 然后看一下它会不会出来 这里如果它没有弹出的话 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点击这个Manager 然后再点击这个Install missing custom notes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呢 它就会提示我们这个是缺少的 对吧 我们直接点击安装 然后让你选择版本 就选择第一个Lentice 最新的就行了 选择 然后它就会再安装这个节点 然后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这里提示呢 如果我们想要应用这个节点 需要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Restart 重新启动 然后点击确定 在这里英文看着有些别扭 等一下我们切换一下语言 当它重新启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变换到我们代码这个里头切 看一下它的那个 它在干什么 看一下它的输出 你可以看到它是重新启动 所以它是又来了一遍 这里又显示FetchData 这里重新启动 它就又去获取这个数据 然后数据已经能获取完了 我们来到这个页面这边 然后其实可以直接发现一下页面 转管它的提示 发现一下页面应该就行了 对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节点并没有报错 所以这一切就对了 然后我再快速的设置一下语言 点击这个齿轮按钮 然后这个地方 Language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中文 你可以看到它直接变成中文了 不是全部是中文 但是已经好很多 这里呢就是我们需要的 这个工作流 然后呢因为我们文件都已经下载了 对吧 这个ClipL 这个T5 我们都有 然后这个AE文件我们也有 然后这个是 这个呢 能查库的 就是双接管节点的模型 其实它就是Flask模型 这也都已经在里面了 然后我们生成的图像可以看一下是 我这里写的是896乘以1152的图像 然后生成的部数是5部 控制它的速度 这个参数就是它 这里我写了一些说明 这个数值如果设置是零的话 它就不起作用 如果是官方的建议是0.12左右 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点击运行 但是第一步呢 或者说前几步可能会比较慢 它首先要把这个模型加载进来 然后甚至它前几步可能没有使用这个参数 所以呢需要至少运行连续运行两次 它呢它才能够真正的使用这个加速节点 嗯好的 已经生成一个图像了 可以看一下图像的质量还行 对不对 然后它的时间可以看到57秒 然后这是第一次嘛 我们可以再运行 所以呢我们需要再运行一次看一下 好了看一下这一步 已经到23秒了 而且我刚刚还做了时间方面的对比 比如说这张图像 你可以看到它的生成时间是80秒 它是当我把这个参数 加速参数设置成零 也就是说它不起任何作用 它的生成时间是80秒 当我把它再改成 比如说0.16 它的生成时间只有23秒 所以它的提速将近是差不多4倍了已经 所以又能免费使用英伟大的显卡 又能生成这么高质量的图像 这次真的是罢了 本次除了这个工作流之外 我还准备了另外一个 添加上风格模型的工作流 让我们来实验一下 当你把这个工作流下载之后呢 直接把它拖拆到工作区 然后先把这个窗口缩小一下 把这个工作流拖拖拖到工作区 其实这个都刚才那个工作流非常的像 只是把下面这个风格模型的节点给它打开 你可以看到这个风格模型 其实是宫崎晋东话片的风格模型 然后这里是它生成的图像 所以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加上一个额外的模型 而且这个模型在我设置这个工作环境的时候 已经把它下载到我们的模型文件里了 而且我下载了两个 现在我用的是这个 带flask的这个 另外一个也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实验一下 这个刚好我们捕捉到了一个问题 可以说一下 其实这个呢 就是生成过程中 这个显卡的显存可能不够 就是报显存的情况 这个你可以忽略它 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使用的免费的显卡 显存是比较小的 我们把它关闭 直接点击运行 让它再来一次 应该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是宫崎晋风格的 我们再往下实验一下 还有别的 我们拷贝第二段这个提示词 然后来到这里 把它拷贝在这里 然后运行 嗯这是第二个 宫崎晋风格的图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再运行一下 打开看一眼 这个有些用户可能会说就是有时候生成的图像会比较糊 其实呢那是因为你设置的这个分辨率有点太低了 然后我现在用的分辨率是896x1152 如果你想要图像更清晰的话这个分辨率要设置的再高一些 我们再试一下 存下两个提示词 好了 那我们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这次视频使用的代码 还有这个工作流 我都会放到视频的下方 大家使用的过程中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一次再见